之前给大家讲了小宝大佬的eSpy跟所搭载的固件 很多小伙伴都对DDNS2一有云还有软件中心非常的感兴趣 让我出一些详细的使用教程 因为内容确实比较多 接下来可能我会用几期的时间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 那么今天咱们就先说一说DDNS2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金水神技能 我是金水 相信没有外网地址的小伙伴应该都跟我一样 为了能够远程访问自己的NAS或者软路由 都应该折腾过很多的这种内网穿透 比如说什么FRP NPS 这一类的内网穿透大多都需要一定的动手能力 说人话其实就是做起来相当的麻烦 最起码你先需要有一个虚拟机再加一个育苗 玩过这些之后就会想省事一些 什么花生壳 向日葵都是支持的 包括新版的爱快也集成了内网穿透 但是一看价格 我估计大多数个人玩家都会说一声打扰了 而这个DDNS2我确实使用了两年之久 它的优势也不用讲了 全图形化的界面上手非常简单 就算你是小白也可以入手即用 可以在群晖 威联通 昂瑞等纳斯系统上使用 而且还可以在梅林 OpenWrt 爱快和Docker上使用 因为大家知道如果一旦可以上Docker 那几乎是全平台的覆盖了 而且到现在为止还是可以免费使用的 而之前悟空在他的频道里讲过Windows和Mac上的使用 而东东也讲过软路由相关的应用 那咱们今天就说点不一样的 今天金水教大家如何在群晖和昂瑞的下使用 首先我们打开DDNS2的官网 我们点击控制台 这时候需要微信扫描二维码来注册和登录 网页的右上角你可以找到这个令牌 那每一个账号是唯一的ID信息 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泄露了 我们可以点击这里复制令牌 然后我们来到右边点击教程 在详细的教程里面我们可以找到群晖的固件 这里面包括群晖6.0的和最新的7.0的固件 前面这两个是ARM架构的 后面这两个是X86架构的 我的群晖是918加X86架构的 系统的版本是6.2.3 那当然这个黑群晖也是适用的 我们在这里选择合适自己的插件 进行下载就好了 下载完成之后呢 我们来到我们的群晖里找到套件中心 我们点击右上角手动安装 点击浏览 这时候你要选择你刚下载好的DDNS2的 后缀是.spk的文件 我们点击下一步进行安装 我们现在把之前复制好的令牌 粘贴在这个位置 这个设置编号的我们可以不用管 我们现在点击确认 好那这样呢 在群晖上的设置呢 就已经完成了 是不是很简单呢 我们现在回到DDNS2的后台 在这呢 我们可以先起一个名字 然后呢 我们点击绑定通道 在这呢 可以先选一个适用的通道 那如果你想先了解一下呢 你是可以使用免费的这个通道的 好 我们点击这里购买 完成之后呢 可以看到这里呢 是已经亮起的 说明这个通道已经成功激活了 然后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点击添加域名映射 那主域名呢 大家名字可以随便起一个 简单好记就好 那如果出现了重名不能使用的情况下呢 就稍微改一下 目标主机地址填写你的群晖 在你的局域网下的IP地址就好了 端口号呢 是5000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里的输入法呢 就必须是英文了 如果是80端口呢 你可以省略不填写端口 好 我们点击添加 好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已经显示添加成功了 一分钟左右之后呢 就可以生效 我们现在可以点击这条链接 或者在浏览器上输入这条链接 你就可以在外网访问你家的群晖了 我们同样可以使用这条链接 让群晖手机应用的套件呢 进行联动 那前提是你必须已经在群晖里下载 并且设置好相应的应用 那我之前已经在群晖里安装好了DS Video 并且已经设置好了 其实过程也是非常的简单的 竟然在这就不给大家做演示了 那我们现在打开手机端的DS Video 我们在这里呢 填入我们刚才内网穿透的地址 那下面呢 填你群晖的用户名和密码 因为我之前设置的是HTTPS 那需要把这个开关打开 然后呢 我们点击登录 这样呢 你就可以随时随地的用手机来访问到你群晖的影片了 说完了群晖 其实在Unroid下的使用也是非常简单的 首先呢 我们来到DDS2的详细教程 我们点开里面的Unroid 我们复制这段代码 把里面的token替换成你自己的令牌就好了 然后呢 我们来到Unroid的管理后台 找到Docker的菜单 点击中端机 在中端机里 粘贴这段代码 然后回车 安装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的DDS2已经启动了 这里呢 建议打开自动启动 这样呢 Unroid在开机的时候呢 DDS2就可以自动的加载了 好 我们现在可以回到DDS2的控制台 再添加一条映射 那名字随便起一个 这里的端口号填80 点击完成之后呢 我们稍等一会儿 就可以通过这条链接 访问你的Unroid了 大家看 是不是非常简单呢 谢谢大家看我前面的视频的演示 就已经学会了 如何在你的群绘上和Unroid上 使用DDS2实现内网传刀了 DDS2不但能够在主流的NAS系统 Windows系统 Mac系统上运行 而且能在几乎所有 可以运行Docker的设备上运行 那它的功能也不仅仅 是我介绍的这一点点 它可以配合Area2 Transmission实现远程下载 配合Plex和Gilifin 实现远程观看 通过简单的设置 你就可以实现 Windows的原生远程动路 或者配合SSH Tier9实现远程管理 功能还是相当强大的 而且小宝道老他们的图文教程 也做得非常的详细和全面 如果小宝贝想了解更多的功能 可以去加入他们的社群 或者去他们的网站探索一番 从2017年到今天 金水用DDS2已经两年多了 DDS2也是开始日渐的完善 日渐的稳定 价格一直也是非常的良心 一年不到30块钱 在这儿金水绝对不是掐饭 这掐30块钱实在不值得 我也是真的用了很久 觉得好才介绍给大家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现在主流的内网穿透的解决方案 不管是哪个 你只要了解一下这个价格 你就知道DDS2多有诚意了 当然DDS2也会有一些缺点 官方规定在第一次访问 或者是你更换IP的时候 需要用你之前绑定令牌的手机 重新扫描一下二维码 再验证一次 其实这个操作在电脑上其实还好说 但是你在手机上操作 就有点反人类的 你要知道 你要首先要先要把二维码截屏 然后再打开微信 打开你的相册 扫描刚才截屏的二维码 验证才可以 我觉得其实挺麻烦的 不过官方也给出了一个解决方案 你可以再安装一个 一有云的客户端 绑定你的DDS2的令牌之后 就可以在我的选项里面 找到DDS2进行验证了 在更换IP之后 我们打开DSV6之后 会发现我们根本无法连接 这时候我们需要切换我们的一有云 我们打开验证DDS 这时候我们点击验证 好 大家看就已经成功了 我们现在返回DSV6 这样你就可以在任何的地方 很方便的使用你的群辉套件 当你的DDS2绑定了一有云的客户端之后 你就可以非常方便的使用手机的群辉套件 和Geleven等这一类的流媒体软件 访问你群辉的内容了 所以说确实是在一定程度上 解决了验证繁琐的问题 但是总觉得就 是吧 为了大家能够更好地了解DDS2 本期视频送出10个DDS2的 收费通道一年的使用权 如果本期视频观看超过2万 那就再给大家送10个 凡是观看本期视频并且留言的用户 都可以参加这个活动 金水在这就先祝大家好运了 好了 那今天的内容就先到这里 希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 有需要的小伙伴 如果你想看到更多相关的内容 那就请你订阅我的频道 记得点开那个订阅的小铃铛 这样可以让你在第一时间 就收到我最新的那种人物推送 你的每次点赞留言和转发 都会对我的频道有非常大的帮助 感谢大家收看金水神异能 我是金水咱们再见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